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中文 今天我想和你们讨论一下动力 上个星期我在给我的Patreon的订阅者发邮件的时候 我问了他们最近学习中文的情况 然后我就收到了这样一封邮件 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决定要拍一个视频讲一讲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我开始我的小组课大概差不多三年了 我的星期四早上的高级班呢 是我教的最久的班之一 也是我最喜欢的班之一 因为每一个同学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小组课是怎么样设计的 在上课以前我会给我的学生发一篇文章 声词音频什么的 然后我的学生就要自己先预习准备这篇课文 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就会来考一考他们这些声词记得怎么样 然后我们会用这些声词来讨论 跟课文有关的不一样的话题 这个高级班的同学 每一个同学都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准备 因为他们准备得很好 上课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享受 非常的投入 很积极的回答问题 所以我作为他们的老师 我也非常享受和他们上课的每一秒钟 一直到去年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他们会晚交或者不交作业 上课的时候呢 他们也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 有时候我问一个问题 可能要很久才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挺苦恼的 我有一点觉得内疚 也有一点觉得难过 内疚是因为作为他们的老师 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进步 我会觉得说 这是我的问题 我不可以帮助到他们 难过是因为 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朋友 然后我觉得 好像朋友之间 开始有了一些尴尬的感觉 所以我决定要跟他们谈一谈 我就这么做了 然后他们告诉我 就像给我发邮件的这个学生一样 他们最近呢 他们因为学习很长很长时间中文了 所以他们觉得好像有一点没有动力了 特别是在工作很忙的时候 中文不会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他们也告诉我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打算停止学习中文 他们打算放弃中文 每周一个半小时的中文课 是维持他们的中文水平 和他们中文学习的意愿 最重要的原因 他们说 他们可能会因为没有动力 没有时间 而没有那么积极的学习中文 但是如果他们放弃了学习中文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跟他们聊过了以后呢 我轻松了很多 因为我知道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进步 并不代表我没有帮助到他们 同时我也意识到 动力这个词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迷思 很多人会认为保持动力 是让我们行动下去的最重要的因素 没有动力 那就完蛋了 那就和世界末日一样了 但其实没有动力并不代表学习的停止 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学习的一部分 在你没有动力的时候 你要做的不是恐慌 失望 更不是停止学习 放弃学习 而是改变一下你的学习方法 还有调整一下你的学习目标 不要期望持续的进步 和立竿见影的结果 你现在的目标就是保持你的水平 还有不要给自己压力的继续学习下去 所以我想说动力 只是你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辅助工具 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大概率会遇到没有动力的情况 可是这并不代表任何的事情 不代表你不是学习中文的料 不代表中文对你来说太难了 更不代表你应该停止学习了 一旦你改变了你的认知 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